第七百八十六章 有一种男人即便是惩罚,那也是种甜蜜的折磨 被某种甜蜜惩罚之后,下午的实战训练,芸汐再也没敢疏忽大意,放松警惕 坐在车里,芸汐看了看四周延绵的山势 一路过来,她已经发现了不少隐藏在山里的港哨 啊,这好像不是去训练场的路吧 芸汐看着四周的植被,转头看向身旁的男人 她说带她去训练场,可这并不是去天蜜山另一座山的训练场的路 去我的训练营 啊,你的?少帅,你自己还有单独的训练营吗?为什么我一直都不知道? 好几年没用过了,那是我的秘密基地 里边的所有的设备器械都是我的私藏 平日里没有什么人能够进去 她这几年一直都奔波在国内外以及边境 训练营从一开始的奇缘冯锐和李子兰三个人出师以后 那个地方就一直控制了 她也没想到会有那么一天 她未来的少帅夫人还得在这磨一磨 少帅的小金库? 不,用李子兰的话来说,那是地狱 嗯?紫兰教官也进去过吗? 当年李子兰,启元冯锐 都是你这样的菜鸟进去出来的 芸汐倒抽了口冷气 这回她算是明白那是什么地方了 她忍不住问那句 要多长时间? 看个人天赋和学习能力 训练营在一些人眼里 可能是地狱 也可能是跟外头的训练场没什么区别 能从里边出来 能学到什么东西 得看你能从我这里学到多少 哼,只要少帅不放水 不怜向西域 我肯定能学到不少 进去了 我就是教官,你是菜鸟 我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 不然就和让李子兰教你 没什么区别了 真的? 她对她这话实在是怀疑态度 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从来不敢对她下狠手的人 这会儿,能下得了手吗? 等会儿,别哭就好 芸汐无语了 这一处的训练营不是一个小地方 反而是很大一处范围 已经出了田御山的地界 车子翻过几座山 停在半坡上 芸汐推开门 看着三角下平地上的废弃楼层 草地帐篷 木桩油桶 环形陡坡路径等等 还有一些东西 隐匿在了繁茂的林子里 从她这个角度看下去 这里的东西确实和田御山的训练场 没有什么区别 可她清楚 木飞池的秘密基地 不可能仅仅只是这些虚幻的花架子 从山上下来 车子停在山门口 李子兰和冯瑞听到车声走了过来 看到他们 芸汐忙推开车门下去 子兰教官 你也在啊 李子兰轻挑了挑眉 扫了眼他身上的外套和雪地靴 再看看一旁的男人 半笑着调侃道 哼 少帅这会儿啊 还真不打算当个昏君了 木飞池没搭理他 拉着芸汐往里走 小芸汐 你最好先做好心理准备哦 昏君变成暴君 有时候也是挺可怕的哦 冯瑞看着这一大一小的两人 漫不经心地摆了摆手 冲着芸汐的背影喊 丫头 里头愉快哦 两人阴阳怪气的声音 听得芸汐整颗心都悬了起来 平日里 他们该认真的时候认真 对她也是很正经的 这么不正经的说话 是不是意味着 山里头的考验 会是一场噩梦 她不知道 可却是莫名地期待起来